真正说能够深入到灾情 这个地区核心的人数 那么除了救灾的人员以外 那么新闻报道人员是 他们进去 深入灾区的机会最多 对对对 我想他们 因为他们身为新闻工作人员 要把第一手最前线的消息 等于是了 最正确的情况传达回来 对对对 他们最辛苦了 对所以像我们现在 我们在外围的人 或者是像我们这个 很多关心的民众 或我们演艺圈的朋友 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么总是在猜想 那么有无比的那种爱的能量 但是却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表达出来 对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现在 所以我们很荣幸地 请到了这一位 刚刚是从这个一开始呢 一直到今天 始终追踪的这个消息 这个紧盯不放 对 那么一直传导非常正确的资讯 到我们后方来的 这个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李氏端先生 我们欢迎他 李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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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主持人 不敢不敢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 这个节目从正在 这个正在开始以来 我们就一直在 盲人摸象 也就是透过 你们的这个忠实的报道 使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点 这个 灾区的情况 那他到底这个 您跑过哪些地方 我自己跑过大 就是主要两个 最重要的灾区 台中县跟南投县 当然也包括了 从空中跟地面看 我想很多我们的新闻同业 现在都投入在那边 我个人讲 绝对不是最深入 还有很多人深入 非常深入的地方 我想整个这个新闻媒体界的 这次灾区的讯息 来传递 进了我们最大努力 其实我们在这个 从电视机上 媒体上看来 其实都是蛮快速的东西 任何的画面 它其实都是扫过去而已 但是我想李大哥 因为你亲身在空中 在这样往下看的时候 真正进入你眼帘的东西 你会怎么形容它呢 我第一个不敢置信 因为我相信地震这些灾情 我们看了太多 都是国外的影片 媒体报道 甚至电影来讲 你到底看了一些 比如说我看了一个五层楼 我到时候看了只有三层 它像一个 你就觉得很多房屋远 它都像积木一样 倒在那边 进来一看 只能三层 我说那应该第四层下面 旁边的屋主跟说 对不起 它原来是五层 下面两层 你变成一层 就是你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到东市去 过了这个东市 跟风源之间的东空大桥 你看到原来东市的地标上 各个建筑 你就看到几种建筑物 就像一个扑克牌一样 东埃西岛 我觉得你就是不敢相信 我们所认为 这么强固的一个建筑物 倒塌的样子 当然其他的土作的 砖墙的那种 倒塌的更不加 对 所以我觉得是唯一形容就是 你不敢相信 有这么大的一个大使人的力量 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但是这个是在空中看 我一知道的时候 李大哥其实你有亲身落地 在地面上去看的时候 那情况有什么不一样 跟从空中看起来 前面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 你看到很多的灾民 跟你叙述他很多的故事 我想这次灾区来讲 太浮原太辽阔了 我已经说到每一个灾民 大家都有他的故事 都有他痛苦一个晚上的经验 听到了很多 他的亲人和他自己 和无家可归或怎么样 然后你看到原本 应该有很多的生机活动的 一个城镇街道 四季一片 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回家 或有人赶快搬离那个地方 很多街道 大家都在露宿在外 然后水电都没有 原来一个就是 我们讲到 城镇的机能都没有 所以你感觉到 只有很多的无奈 很多的无奈 在台湾的新闻处理上面来说 好像这个 我们看到台出来的人 都有经过一些处理 尽量避掉一些所谓的 比较血腥的镜头 但是你在现场看的时候 这个死亡是难免的事情 我想再次来的亲人 很多的来讲可能躯体 我想在电视画面上 我们也不必让观众来看到这些 但是我想不是这些 他们躯体的 这个令人不忍 而是当他们躺在停时间的时候 你看看他旁边的亲人 我看到一位小朋友 他大概只有几岁吧 他大概就是他的妈妈 父亲都过世了 好像在地上一个人的烧的时间 我不认为他完全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情 基本上他知道是死亡 他不见得完全了解 所以那个还是我觉得 最可恶的经验 就是看到周围这些人 他们就在莫名其妙的 冤枉的一夜之间 生活的原来正常完全没有 所以我自己感觉 实际上灾区 因为我很快地归纳为三个 我最重要的感受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灾民 很多是冤枉 绝对的每个人都冤枉 对 但同样我们看到我们民众善良的一名 这些人 他们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 怨天 怨天有人的理 没有一个灾民 跟我们讲说 这个他多么的 这个气候 没有 他只希望外界给他们帮助 让他恢复正常的生活 他希望帮助给他的后事 给他未来生活 帮他清理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希望 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感觉第一个深刻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了 无数的军警义工的投入 我看到一个 比如说一条道路上 车辆塞太多 我就看到警察 从上午指挥到下午 他都通通就指挥交通 太乱了 但满地都是土崩之后 突然他在那边 要吸那个灰尘 吸一整天 指挥交通 我们看到无数的义工 这种投入 军队投入 军阿宾哥帮的人 哄小孩 他自己才22岁 21岁 他要哄小孩 这种义工的精神 我想台湾过去 这个证明我们社会的富足 毕竟还是有一点成果 我们还是有帮助 第三个我想这种感觉是 我们实在应该将来 在地方有更好的 救灾应变的系统 多购买一点 这种救灾抢救的事 我们记得这个 在南投 还有这个东施那边 风景相当优美 也秀丽的茶园这些 您到现场可能 整个都 面膜擦到 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在那边 当地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乐品 除了有 赦灾人员带来的乐品之外 那个中秋节对当地来讲 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 所以你在那边 你会想到 南投是台湾最好的风景点 对 台中心的很多地区 山区都是风景著称的 对吧 这一下来了 我相信不仅 风景其实还依旧 除了有些地貌的改变 但接下来的周围的人 住的人 此后的生活 已经完全不一样 已经完全不一样 可能要大概很多年才能再 很多年 我想光是你一个房子 道路会回忍 有人估计说要五年 五年 当然我想五年是 恢复正常的生活 但的确我们要付出 非常大的代价 我相信 当然了除了物资跟金钱的一些投入以外 我们身为一个艺人 我们身为一个娱乐的工作人员 事实上我们也很想知道说 我们能做什么 除了说我们去振灾 去帮他们募款 或者到灾区看他们以外 就比如说很简单来讲 现在他们那边有没有电 有没有电视 如果现在有电 有电视的话 李大哥您觉得 我们应该呈现什么样的节目给他们看 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因为我是个新闻报道者 我想我没有那么大的资格 来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 我只是说我们从新闻报道眼光来 我们看到电 目前政务是列为抢救的第一个药物 知道目前我们昨天看几个灾区 事实上在当时这个星期四 已经开始陆续恢复 因为必须电恢复之后才能供应自来水 所以这个电是第一优先 已经民众很多的灾区 除了特殊的片源乡镇 已经看到电视 他们对外界的讯息 已经不像过去的三天那么害怕了 所以我想提供给他们社会的关怀 全国民众在帮助他们 这是他们最需要的 第二个我想最需要的就是 怎么样帮助他们 可能已经破损了家园 那有没有听说有这种趁火打劫的 比方说据说 什么那边的 物价都 有人趁机哄台 电池一颗已经三百块了 这个时候干面 这个森林面一包 已经到达五百块钱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 这个我没有听过 因为我事实上有一点我觉得 至少我到过的灾区 干电池跟泡面 这完全是 缺乏 无限量的供应 我没有看到有人缺这个东西的 因为基本上 他们带去的研究物资 第一的 粮食应该是非常足够了 干电池或许有些地方不够 但是这些他们都全部 其实所缺的 初期来讲 是因为很多人露宿在外 他们需要帐篷 需要睡袋 然后救济医疗卫生用品 其实他们还需要很多东西 大家没有想到的 大家就是他们需要一些个人卫生的泡面的东西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社区需要环境消灭 流动厕所了 或者一些他们也需要 还有人跟我讲说 可能他们你没有想象到的 比如说他们开始清理家庭 他需要很多的袋子 垃圾袋 麻布袋或这些东西 就是你想想看 就是你的家园被破坏之后 你觉得你开始复原 最需要什么 那就是他们需要的 包括工具 包括什么样子 那所以说据我们也侧面了解说 很多这个来自民间 或者是社团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管道开始有一点混乱 然后最后呢 就甚至于包括 这个县政府级的这个单位 他们要输送补给的路线 还被阻挡了 由于这位是 这个救济物资应该来的太多了 太多 从各方而来 第一个就是最大两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最需要的 第二个是不是送到最需要的手上 所以现在我们了解 他们已经开始把救济物资准备 集中管理 集中管理之后呢 因为有些物资需要储存的 是是是 集中管理之后 然后来建立一个发放管道 需要这样做 那目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是 统一指挥的单位 还没有立刻成立 所以有一点这个好像 大家都想帮忙 但是帮忙已经重建了 那么这个 说来说去呢 我们就 今天我们几乎在节目里面谈的 那么 比较这个 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我们李斯端先生 对 因为他的这个身份本身就是 媒体中业员 对 那听他讲完之后 我们比较能够接近真相一些 那往后的这个 这个重建方面 在这些受灾户的 他们的心理方面的 是不是工程会大过于 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建设 这个大师 您提的是蛮有道理的 因为很多人的亲人不在 但自己他的惊吓的这个过程 对 我所了解是包括很多的教育 单位的人员 已经准备投入灾区 来帮助这个校园的附近 或者一些年老 或者年弱的人的安置工作 这些需要一些社会工作人的帮忙 对 我想我个人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自己一个浅见 我觉得将来在台中南投 这两个灾区应该是为一个国家永远 重要的要帮他们重新扶植的一个地点 让他们受创 不是我们过去看到的风灾水灾 我觉得应该给予特别的照顾 这些地区 包括他们将来的生活照顾 老年教育都应该给予特别 那我个人一个浅见 当然我想今天还有更多的新闻工作者 都还在那个地点 去工作 我们希望能够把灾民的真相 往外界更多 是 所以以下来看来 我们这个南投地区 台中这些地方 可以说是这一次 这个震灾里面 承受最大的灾害 和最深的恐惧 那所以说这个 我们呢 往后在那方面 我认为说 我们的后运是需要 那种持续的 而不是说就近这两个星期 我们要看得比较远 所以我们看能够做些什么帮助 那刚刚我们李先生所讲的这个 可能未来在那个地方 还要有一些那个持续性的 特殊的一些照顾 特殊的建设 对对对 今天我们很高兴 以次端先到我们节目 我的荣幸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